大家好我們是百利士 今天來向大家開箱我們家的雷射綠光水瓶型系列 由於許多客人常常面臨到不知道選擇哪一款比較適合自己 今天就來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是它的開關鍵 關閉的時候我們的智慧擺錘就會屬於鎖定的狀況 讓它在移動的時候不會損壞 要開啟的時候只要將開關鍵搬到開啟 我們的H鍵就是所謂的水瓶鍵 輕觸即可開啟水瓶線段 再輕觸即可關閉 V鍵的話是屬於垂直線的部分 我們垂直線各有兩條 輕觸一次可以開啟一段 輕觸第二次可以開啟第二段 第三段則是兩條線皆顯示 AUUT鍵的部分 它可以使我們的雷射水瓶線加量 可以讓雷射線更明顯 AUUT鍵按三秒鐘 即可開啟斜線模式 斜線模式下智慧擺錘就不會作動 讓師傅可以輕易使用於 泥座或者是樓梯的石座 如果要關閉的話 只要加開關鍵關閉再打開 即可恢復智慧擺錘 首先我們裡面會附贈兩顆3.7V 5.0的電池 接下來來介紹我們所附贈的腳架1 這個小轉鈕它可以使我們的水瓶 左轉跟右轉 下面的三個腳可以分別的 進行高度上的微調 接下來來介紹我們的真高板 我們的真高板可以使我們的雷射水瓶 離開地球表面 接下來來介紹我們的磁吸腳架 它可以控制我們的雷射水瓶 距離牆壁的距離 也可以控制它的傾斜的角度 最後則可以控制它旋轉的方向 再來則是我們的金屬片 只要將我們的金屬片固定在非金屬的物質上 就可以使我們的磁吸腳架固定在想固定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則會附贈兩片腳架轉接頭 跟一個腳架轉接座 腳架轉接座則可以把原本 適用於相機腳架的孔 轉換為工程用的腳架孔 腳架轉接頭的部分 則可以把我們初始位於機器底座的腳架孔 更改為側邊或者是頂端 方便工程上的實作 最後則是師傅們最喜歡的遙控功能 只要機器位於開機的情況下 即可以遙控上的按鍵 控制機器的所有功能 接下來介紹我們兩線水瓶的使用方式 開關鍵位於側邊開啟與關閉接在此 關閉的情況下 長按上面的一鍵三秒鐘 即可開啟斜線模式 如果要關閉斜線模式 電源重新開啟一次 即可開啟校正功能 我們電源的供應方式 可能分為電磁式與插電式 接下來我們會示範如何使用電磁式 頂部的電磁孔打開 需要注意正負極的表示 可以使用充電電池與一般電磁 如果使用的電磁為充電式 即可使用側邊的Type-C孔 插上Type-C線作為充電 如果要使用插電式供電 可以選擇行動電源與充電頭 以下用行動電源作為示範 底部的腳架孔適用於一般的相機腳架 背部的牆瓷可以吸於金屬表面 後面的孔洞則可以讓你掛於牆壁上 最後幫大家比較一下 我們兩款水平儀的差異與選購指南 12線水平儀的方面 我們推薦給師傅做使用 一般用於須有摺體規劃與設計的 木工與室內設計行業 精準度方面 可以達到5公尺正負1mm 雷射範圍最大可達25公尺 兩線水平方面 我們則推薦給一般的使用者做使用 主要適用於設備與物件的安裝 精準度方面 我們可以達到10公尺正負3mm 雷射範圍最大可達23公尺 我們則推薦給自己的材料 我們在一個小小的感規劃